今天第一場為各位送上的比賽 是台北勢力大學跟美和科大的賽事 這場比賽將我主播李秉升以及主播林東偉 以為各位帶來轉播結束的服務 東偉你好 李正好 大家好 我是東偉 畫面上看到美和科大的先發五人 徐克維 陳千惠 莊承林 比威還有徐可欣 台北勢力大學先發五人 邱玉俊 猴子應 楊佳佳 李正宜還有郭靜雯 人實在是太多了 得分點非常的廣 第一波球決美和科大打得很快 莊承林 給到右邊的時候被操走了 猴子應 操球之後轉身給到隊友 邱玉俊 上籃得分 這也是在北 外線猴子應拔起來出手得分 猴子應的把握成 在今年的一個比賽當中到目前為止 三分外陣併中率高達了40.9%的勝 抄球得分 又是猴子應 這當然暫時領先美和科大 還在尋求第一個Fill Go 比威打到籃下兩分要到 沒錯 這才是他在籃底下的一個 猴子應外線頭歪 轉換過來的快攻徐可欣上籃得分 這已經是偷跑的一個狀態了 再回出來 猴子應 繞繞籃籃下直接上籃了 那就是溝通 左邊猴子應再交 黃宇軒左邊底腳的外線 鋸 三分球 這也是大家覺得這個導船做得相當的漂亮 能夠找到底腳的這個 找隊友 結果隊友沒有接應到 但是第一時間沒有接應到 後面補來得及 是 只能說還好 傳出來 郭敬文給到呂倩文 雙文連線 球精算M1 傳到右邊陳千惠外線 沒有 比威撿到球 兩分要到 對 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是後面 沒有把8比0的這個攻勢 繼續的往前 猴子應一開始又是來一個 比較多的是他們沒有自己把握好 徐可偉漂亮的給球 找到籃下的比威 帶球上籃 來啊 今天第三個 但籃下還好有方孝晴 幫他補進了這兩分 猴子應給到左側尹湘雲 外圍的空檔 他選擇投射進了 非常大的一個空檔 靠著隊友幫忙 掩護 上來 可以看到 畢竟真的是有優勢 所以包夾上來根本 跟沒包到一樣 對 還是可以高舉就傳出去了 對 莊誠 其實有人大集合 徐可偉切入上籃沒有 比威拿下這一球 完全是用身材 楊佳佳 傳出來 猴子應的外線 進 今天特別準 這個位置是 身材最高178公分 莊誠林 尤其區的拋射 這一次總算拋進了 非常地不錯 李正宜 給到黃瑞昱 哇 競算 N1 先提提上場的時間 讓他們發揮功效 這就是前節的一個好處 徐可偉的外線 11波 方孝晴 協防上來 他依然能夠打進這兩分 其實協防 這一球方孝晴拍掉了 成功的抄截 自己代球上籃得分 傳球的意識是非常地 北施大的第二波攻擊機會 王宇軒外線 有了 王宇軒外線又拔起來了 3分 準喔 外線 還是偏差有點大 蔡信瑜籃下撿到球 這兩分對美合來說至關重要 方孝晴 球被撥掉了 美合成功的防守 轉換過來 莊承林跑得很快 對黃宇軒的防守 上籃得分 那是有所改善的 就放準Finish沒有做好 郭俊文 給到李正義 漂亮的配合 11分差的比賽 莊承林 繞到右邊 過掉了邱玉俊之後 上籃得分 對 跟陳千惠的配合 哇 計算N1 太精采 猴子英 再傳李正義頂點3分 進 18的比賽 楊佳佳面對比威 轉身 過人上籃 漂亮的腳步 轉換快攻的機會 郭俊文 給到隊友 哇 猴子英 競算N1 後續的這個半 中距的跳投沒有 籃板球 楊佳佳拿到 打滿得分 這球被撥到了一下 給到前面跑得很快的 猴子英 上籃得分 外線拼拼打鐵 黃宇軒外線 他今天夠準的 第4顆了 換他上來就是要來 黃宇軒 今天有4個3分 轉身又7區的跳投也有 他現在打開來囉 哇 這一球被操走 影湘雲 快手神偷 上籃得分 對就是犯規麻煩的情況下 也是比較受限 陳千惠 這2分他打進去了 對 終於是有分數上的 靠頭打板沒有 比威進攻籃板 有了 他今天針對比威的這個站位的防守 是真的做得很好 對 而且就是真的要把比威 進攻的時候把比威沒有去看 傳給他的一個隊友 轉換過來 方曉晴外線 進 有一點運氣的成分 倒下 沒錯 方曉晴給到前面 猴子映快攻得分 好像在看重 曲可維打板有了 15分進場 方曉晴傳出來 葉欣宜外線 去 3分球 過人 傳出來又是葉欣宜 他再來一顆 不7區 打板沒進自己抓 面對兩人的防守 還是硬打打得夠硬 又是葉欣宜 再來一顆3分 都不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空檔 距離太遠 這個中距離跳投黃瑞宇投進 40分差 跳給前面 哇大一的谷玉婷 上來得分 沒有人注意 中路傳出來 徐克欣 八球線附近的跳投 有了 蔡馨宇美進 比為籃板高舉高打 有了 對啦 就是他中場 美式大學92比56 擊敗了美和科大 美式大學拿下了他們在這屆 預賽的一個六連勝 比賽 獨立 平衡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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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